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外賣平台我想大家很多人應該都有用過, 越來越多人做這些外賣平台, 最近亦發覺多了不少女士入行做外賣工作。 中國的廣西有一個人妻為了幫補加計選擇做外賣, 但時間內早竟然會引起警方懷疑, 為何?因為這個女人竟然能一日賺13000人民幣, 簡直難以置信, 這個人妻為了幫輕老公的經濟壓力, 就找了份工幫補, 要兼顧家庭和事業, 所以只能選擇做送外賣, 一,能夠掌控時間, 喜歡送就送, 不送就不送, 不會與家庭生活產生衝突, 另一方面, 只要肯捱苦的話, 肯定賺錢多於打工。 上一條影片都有同大家講過, 你只做中午和夜晚這些食飯時段, 你輕輕鬆鬆就可以拿到4000人民幣, 都不可以說輕鬆, 肯做就能夠賺到4-5千人民幣, 這個價錢其實高於一般打工仔。 好多大陸百領, 可能一個月人工只有3千人民幣, 一開始, 這個人妻賺錢賺得不多, 但時間越來老公越懷疑, 尤其是見到老婆能夠一日賺到13000人民幣, 老公終於忍不住, 就問她到底做了什麼, 才可以一日賺到這麼多, 面對老公的質疑。 老婆開始解釋說以前做過按摩, 有時候遇到人有按摩需求自己可以賺兩份錢, 但老公覺得事件沒那麼簡單, 懷疑工作是否正當, 兩個人吵, 吵得很厲害, 最後最後提出離婚, 理由就是夫妻之間缺乏信任。 這個事件很多網友的看法都很兩極, 這種情況擺任何男人身上都難以接受, 你說你去送外賣, 竟然送送客跟別人做按摩, 你是自己開口, 還是別人開口的? 你送外賣正常都不會跟外賣員講多一句說話。 其實有很多外賣員好天真的, 她覺得做外賣就拿去認識別人, 送客送客就能認識到那些人的, 其實這事是錯的, 大部分送外賣的人或是收外賣的人, 她不會跟別人講多一句說話, 收完東西最多說句多謝給個提示你就走了。 所以她這個情況, 應該是老婆主動跟別人講有按摩服務, 而收入那麼高, 她怎樣按法按到那麼多錢回來呢? 是很耐人尋味呀。 換作是你, 又信不信她的解釋呢? 下面留言吧,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